一例一休即将在新年度正式上路 除了争议多时的7天假确定走入历史外 在劳工的休假以及加班费上有诸多调整 究竟对劳工的权益有哪些影响呢 现在带你一起来关心 新的一年要来了 政府在劳动政策上推出许多新制度 重点的项目包含基本薪资 国定假日加班费和特休假这四项 那第一个在基本工资的提升部分 106年1月1号开始 基本工资的月薪提升到2109元 那时薪的部分调整到133元 首先就是基本薪资的异动 包含时薪和月薪两个部分都调涨 涨幅也相当可观 那至于在国定假日的部分 106年度开始 国定假日原则上是有12天的国定假日 政府寄取教训定定一致的国定假日 让社会百工百业能够都放一样的假日 但争议的七天假包含教师节 光复节行线纪念日明年都不放假 第三个部分针对休息日加班的加班费计算 提升到工作前两个小时 以每小时的工资额乘以一又三分之一 然后第三个小时之后 都是以每小时的工资额乘以一又三分之二 然后劳工如果做一个小时的话 要算四个小时 然后做五个小时的话 要算八个小时 做九个小时的话 要赚十二个小时 新制的加班费相当复杂 分成工作日 国定假日 立假日 休息日四种方式计算 民众可要好好弄清楚加班的性质 争取该有的加班费 那第四个部分则是 特别休假日的增加 劳工如果在公司做满半年的话 雇主就要给劳工三天的这个特别休假 那劳工如果在公司做满两年以上的话 雇主就要给员工十天的特别休假 那特别休假原则上 必须要有劳工来排定 然后雇主如果觉得 劳工排定的日期 在实施上有困难的话 可以跟劳工去做协商 在特休假的部分 主要依照工作累积时间的多寡安排 但也是全面提升 过了新年后 有相当多的心智上路 不了解的民众可以洽询劳动局 开始安排明年的假期 台湾有线新闻 陈延润市府采访报道